蔡徐坤高调付出了 昨晚在蔡徐坤2023吉隆坡演唱会上 再次回应私生活风波 三个月前 蔡徐坤因睡粉打开丑闻被爆 央视频下架了蔡徐坤所有相关的视频 其他多个相关综艺节目也对其除名 万万没想到 时隔三个月 偶像小鲜肉蔡徐坤重回大众视野 并官宣吉隆坡演唱会开唱了 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能量 跟我是在一起的 没想到 在C女士打开风波后 蔡徐坤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还是如期举行了演唱会 娱乐圈的水果然是深啊 尤其那些女粉丝们 似乎都不在乎当初的传闻 都纷纷来支持偶像的新演出 也许 正如蔡徐坤在演唱会上讲的 我们都是人嘛 我也是人 我也有需求 我也有我的喜好 可能也有很多 你们不了解我的一面 这一系列的话 顿时在网上引起强烈争议 有网友说 这似乎在为自己当初的犯错洗白 暗示他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 所以在这方面有需求也属正常 希望大家不要再上纲上线 继续支持他 也有网友说 如果想用此来洗白 也只能说 你还是洗洗早点睡吧 是洗不白的了 听着粉丝们依旧钟情的呐喊 瞬间让人感到这个时代 一夫当官万夫莫开 偶像真的能指挥千军万马 此事也在各大平台上 引起了巨大争议 不过小编认为 既然作为偶像 作为一个公共人物 要洁身自爱 做好正能量的榜样 偶像是一份责任 是一份以身作责的工作 这个行业需要 传递正能量 毕竟娱乐圈不只是简单的娱乐 更应该是一种 积极向上的品牌形象 对此 你又是怎样看的呢 你支持蔡徐坤这样的偶像吗 如果陈老师也这样付出 你会支持吗 欢迎关注 点赞讨论